12月1日,2021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以视频形式举行 上海市市长龚振,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出席论坛并致辞 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做主题演讲 龚振说,双城论坛是两岸城市交流的响亮品牌 以新经济新发展为主题的本次论坛 寄托了两世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台北有许多值得上海学习借鉴的先进理念 我们期待与台北分享经验,加强合作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 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骨肉天青 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台胞抬起在户发展 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更多的便利,为台起来户投资新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们也期待的两地啊,我们携手努力 合股啊,双城合作的新篇章 同创美好生活新未来 柯文哲说,双城论坛是两岸最大城市之间的交流平台 也是维持两岸关系的重要通道 通过双城论坛,两市彼此学习,互相借鉴 两岸持续交流,积累善意,促进互信 我还是认为交流不断交,对话和对方 友善与仇恨 我主张两岸交流要继五个互相 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还有互相量子 展望未来,台北上海将继续为 两岸人民和平相处 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努力 我也呼吁大家共同促成 两岸有意义的对话 共同固定两岸关系的商业发展 上海市与台北市分别就建筑可阅读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经验 进行分享和交流互动 并通过云端签署交流合作备忘录 两市期待在疫情之后增进交往 开展面对面交流 自2010年以来 双城论坛由两市轮流举办 已成为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 累计已签订3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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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